印度制造将要取代中国制造 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两国差距有多大 曾经让人感到眼红的中国制造 如今又轮到我们的邻居印度来挑大旗了 印度制造究竟靠不靠谱 它是否又能取代中国制造呢 其实印度制造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了 早在2014年 印度总理莫迪就推出了印度制造计划 决心到2020年底 将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制造业中心 并到2022年增加一亿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印度敢这么说是有一定底气的 印度抓紧人口红利期 把本国制造业当成经济腾飞的助力器 印度为此做了不少努力 比如美国苹果公司 就准备把中国五分之一的iPhone生产订单 转移到印度富士康工厂 甚至苹果最新的iPhone11机型 也开始在印度投产 这意味着苹果公司正式将原先 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的土豆 逐步转移到印度 但是印度能不能稳稳地接住 才能转移这个大饼呢 接着往下看 我们可以从2020年12月12日的 一则新闻中 窥减一二 当天 印度当地的一家台资企业 创办的苹果代工厂被砸 导致两万多部苹果手机被毁坏 损失高达千万人 而参与打砸工厂的2000多人中 竟然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这个工厂的员工 由此可见 印度的市场环境对外来投资商来说并不友好 虽然印度总理莫迪努力为外商投资打开口 但是 外商在印度市场中依然混得艰难 并且 印度工人的素质堪忧 印度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低 相比于中国工人来说 印度工人有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缺点 散漫 受文化环境和宗教的影响 印度工人的时间观念比较差 工作效率低 他们习惯了慢节奏的生活 而制造业恰恰又是一个高强度的工作 如果 政府不能想办法提高劳工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方式 那印度的人口优势恐怕会大打折扣 毕竟劳动力也讲究量何制 除了劳动力的素质问题 印度制造业发展的阻力还有很多 首当其冲的就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有句老话 想致富先修路 意思是 想把经济搞上去 得先把交通等基础设施完上好 而关于印度的基础设施项 信大家对印度火车外挂满人的操作都不陌生 虽然印度交通系统持续改善 但是总体上依旧相对落后 甚至 直到现在印度马路上还能看到牛车 不仅如此 印度的货车运载能力也十分弱 货运的低效率对印度制造业来说十分拉垮 但是印度制造业的困境可不止出在基础设施方面 还有印度政策向IT等高科技领域倾斜 印度政府拿出66.5亿美元 支持印度投资的电子制造商对传统的制造业并不重视 以至于衣服 轮胎这种小物件仍然需要大量进口 同时印度的政策经常招令西改 尤其是频繁变动的保护主义政策 让不少外商投资者望而却步 生怕昨天刚进印度市场 今天就收到关税提高的消息 我国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 因而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是必然的 只不过有产能承接能力的 恰好是印度罢了的 对于我国来说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才是未来大势 而对于印度来说 有中国这个制造大国崛起的典型示范 相信印度制造能在借鉴中走出自己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